你还想跑 他们在李氏酒坊没错吧 李氏酒坊没错吧 李氏酒坊没错吧 还想跑 我宰了你 我宰了你 李战长 这怎么刚见面又大有声 我又问什么做了 还装 阿敏娘也跟我说了 所以我哪儿也没让她去 黄女佛 你发誓说不出卖我的 没没没 我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装 我跟龟家里也在乱方港有缘 谁去抓谁 所以我想变化水不好过去 就是信 大鸡眼 你个缺德玩意儿 你不你还没去吗 老李 备车 快 好 自以为是个家伙 快 什么电话这么神秘 我也不知道 但是如此保密 相信很重要 将军 明白 是 我用脑袋保证 是 我会向美静泽小姐 转达您的命令 是 两个小时之后 锁龙孔就能挖通 我们可以准备运走弹药了 怎么做到的 军部向战区紧急抽掉了两个工程连队帮忙 为什么这么急啊 因为有一位重要人物 需要大声撤疲一起过来 他在丁锡的安全我负责 离开丁锡 到枫林渡这一段 由你负责 后面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什么大人物 难道比我的弹药还重要 弹药再多 终究能折算出价值 而这位却是无价的国宝 到底是什么人 能让不可一失的版本队长 如此谦卑 有幸能见到他 我们都得感谢这批军伙们 有他在 我们也不用担心武功队偷袭了 梅京嘴小姐 我向你保证 今天 就是我跟武功队最后一战 队长 都准备好了 就要带你们的事都记住了吗 放心去吧张桥吧 这边有我们的 走 张长 车备好了 张神仪肯定是落到鬼子手里了 这是带不下去了 老张他死也不会出卖我们 比死更可怕的事多了去了 你们先上车 好 快快 拿上包袱 走走走 老李 大把手 走 快快快走 还真有丁烧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 我只是担心版本假装上当 所以试试他 这老狐狸还真是盯上大车店了 他为什么还不动手啊 他太贪心了 这是老毛病 没知 看来咱们得立即放弃大车店了 不 既然版本假装没识破我们 那我们也装糊涂不识破他们 我们都在走钢丝 看谁先掉下去 他们掉下去不要紧 可是我们掉下去了 可就没有下次了 没办法 老王组织撤退 还需要点时间 我们只能拖一会儿 试一会儿了 好 等 好 站着 鬼子到了 鬼子到了 咋办 这可咋办哪 你还问 老李 电台密码本 还有所有文件一起全部销毁 太偷然了 可能来不及了 咱就连旧房一起烧了 快去准备 明白 站着 我错了 我死不要紧 一定要求我女儿啊 娘 要死一起死 这个哀怯到我的大惊养 要死了还连累我们 亲戚 我死了 射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